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是台中有绿线加持 在房价上已经领先做了反应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明明政府在打房一波接一波 那为什么最新的 内政部公布的一个最新的统计 那居然呢 都还持续在上涨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呢 涨最多 就是刚刚阿冠讲到 台中市呢 这个一年是涨了5.6% 那台南是涨了7.4% 没错 那这样的一个 所以台南涨得比台中多 对 不过这两个都市是涨最多的 对 那我自己是台中人 所以我对台中的房价的涨幅呢 我非常非常的有感受 怎么说呢 因为事实上从2012年以来 到目前为止 过去8年 台中的平均的房价 居然是涨了50% 观众朋友啊 你想一下 你过去8年来 你薪水有没有涨5成呢 所以为什么最近在台中的买器 会这么好的主要原因在这边 别说涨5成了 连5%都没有 对 所以台中的房价呢 这5年来 已经往上成长了50% 我们再往下来看 不只是房价涨 焦头也非常热 特别是台中绿线 现在应该是最夯的 没错 那因为呢 目前又在市营运的一个阶段 那预计4月底呢 会来正式营运 那其实根据最新的一个统计呢 其实就捷运沿线附近呢 涨幅低迷的是高雄的凹子底市 涨了45% 那台中绿线的大气也涨了快38% 那我相信4月底正式云运之后 还会再涨一波 我觉得还是会 因为呢全世界的房价涨幅的趋势都一样 捷运宅盖在哪 房价持续向上 在成交量的部分呢 其实在买卖移转动数 台中也是No.1 年增率成长了27% 包括税收的部分 房地合一税 台中也是第一名 成长了1.65倍 所以我们好好来谈谈台中 说到台中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琪琪 对 没错 那事实上呢 琪琪现在不仅是呢 个人在抢 大户在抢 就连企业界都在抢 因为阿官你知道吗 这个中南部有非常有名的一个 KTV的连锁店叫做想温馨 想温馨听说在中南部 连钱贵都没办法跟他拼 没错 而且他是欧式风格 然后隐秘包厢 还有花园 所以他业绩都非常好 他最近呢 是花了4.5亿 买了一大笔的土地 平均单价是151万 创了当地这三年来的一个高价 那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七席呢 非常非常的买气之强 主要是因为呢 七席就是呢 台中的新造 这个概念呢 就是台北新议计划区的概念 对 没错 所以七期大家都知道 台中市政府 市议会 通通都在这边 然后还有好多家 很有名的一个百货公司 有百货公司 就像新议计划区一样 有百货公司 有政府机关 有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议会 就像新议计划区 有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议会 他现在开发大概八成 要注意开发了八成 对 所以现在没有开发的地 越来越少了 那我们来看他的房价 涨完了没有 很多人说七期涨很多 从过去的26万一坪 涨到现在59万一坪 已经涨了两倍 但是 观众不用来看新议计划区 当初从一坪61万 涨到现在220万 涨了三倍 从新议计划区的经验来看 恐怕七期还没有涨完 我们带你来看现在七期 到底是什么情况 颠覆传统建筑 正面看上去 就像是酒壶般的造型 国家客区院 就坐落在台中七期 整个区域都更加的气派辉煌 七期最美的街道 市政路上浓印的绿树 绵延了超过一公里 经过多年栽种 一年四季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宽广的街道 处处都藏着精心设计 走在这里 仿佛是来到了台北市的信义区 台中七期是全台湾 最最最成功的重化区 汇气程度 五颗星 这个地方的公共建设 也非常的多元 除了市政府司议会之外 另外还有台中歌剧院 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公园 夏绿地 市政公园等等 所以整个设施非常完整 那当然也吸引了很多产业来进驻 完善规划每走一步都能看到不同的公共艺术 也激动了仿式潜力 台中十大豪宅中七期就占了八成 那七期本身的话 我们连外道路的话 到国道一号只有三分钟 那市政路本身它就有一个闸道口 那走市政路到我们台中高铁 只有七分钟 另外捷院的话 台中捷院在今年有些开通 那我们回头看高雄跟台北 只要捷院有经过的地方 我们不敢说放假 百分之百正值 但它一定是最保值的地方 作用绿地和完善的生活精能 让台中七期和富豪聚落 画上等号 潜力持续看好 我们看到我们的记者到台中七期 我刚刚看到那个画面 第一个感受就是 天气有夠讚的 台中的天气有夠好 不过我们回到七期 七期的好大家都知道 对 但是大家比较搞不清楚的是 有了绿线之后 到底七期的哪一站会最好 捷运站在这边 水安宫站 不过我们在讲这个捷运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七期 大部分的一个概念好了 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七期就是台中的一个心脏 那市政府在这边 然后呢 两家百货公司 大圆百跟新冠专业在这边 以及我们可以看到一大片的绿地 一大片的公园 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国家歌剧院 去那边晒晒太阳 其实坐在这边非常非常的舒服 还有呢 如果有小孩的话 当然一定要读明星学校 明星学区 惠文学区就在这边 还有呢 就是呢 通常住七期间都是企业家 或高资产族 他不见得自己会去买东西 但是一定会请管家 去IKEA买东西 去加拉夫买东西 然后呢 有钱人他们有时候 还是要搭搭捷运嘛 而且捷运附近 房价上涨的趋势 是不会改变的 捷运就在这边 水安公站 还有最重要一件事情呢 其实呢 七期他离这个 不管是高铁或者是国道 大概开车十几分钟就会到 所以呢 其实对一些高资产族 或者是想要制产的人来说呢 如果你要去中南部 或往北出菜的话 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绿线 在七期有一个站叫做市政府站 有一个站叫做水安公站 那下面还有文青森林公园站 和南屯站 但是这里头呢 其实最值得关注的 应该是水安公站 因为他这旁边有个五期商圈 是 应该是潜力比较大的 五期其实已经发展 非常的成熟了 那七期呢 在这边 那七期呢 他会有 我们刚刚提到市政府什么 都在这边 而且他又有林印大道 对 又有林印大道 他整个感觉就像是走在 欧洲的感觉一样 那现在我觉得 比较特别的是呢 其实来七期买房子 除了台北市双北的人之外呢 包括台中很多企业家 然后二代 他几乎都是买豪宅 就是不手软 所以呢 即使最近政府在打翻 但我们看到呢 七期豪宅的交易案 居然还成长了25% 那我想未来的买器呢 应该是愈小不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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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